是在這個深夜裡的美股的表現 最終都是收紅的 特別我們來看到道瓊上漲了 超過一個百分點 那到底美股接下來的一個表現 如何 我們要有請晨諺 這個看到這連準會一番話 馬上又豬羊變色了 本來跌一跌 後來通通拉起來 對 我們先來 我覺得最近個股一定會出現這種震盪 非常激烈 在譬如說 我們就以特斯拉來講 你看 大家期待 這一次的一個會議當中 四個小時 馬斯克講了什麼 其實我也不知道他在講什麼 他可以扯四個小時 比我還扯 就是說講四個小時又沒有重點 其實可以邀他來我們的節目 跟我來PK一下 所以講不出重點這樣 因為大家想知道說 你下一代的造車計畫是什麼 對不對 你現在 特斯拉走到現在 我們已經 你造車走到現在 你不是一直在談降價這件事情 你開始要去告訴我們 下一代的造車願景 因為這麼多的敵人 不斷的進逼 對不對 那你特斯拉你要維持在你神的 電動車的神的地位 你怎麼做 我們想看下一代新車 但他還跟你講夢想 對 但這一次的願景 好像太模糊了 所以股價就出現比較大的修正 當然對 因為其實嚴格講起來 這一波他也漲了非常的多 漲了六成 所以短線上 我覺得押回 找一個理由押回來賣出 這個都是非常合理的 對投資市場來講 是 當然 所以這個人家形容說 技術線上是要掉下來的眼淚 所以是因為聽完馬斯克講話 就哭了 就哭了 但是我覺得還是可以含淚 去持續的支持他 為什麼就是說 就整個線型來講 我覺得一百六這附近 還是有一個很強大的支撐 唯一我會對特斯拉改變我的看法 只有馬斯克 如果他不在了 當然他不在可以 很多因素不在 不在可以有很多的想法 只要他在 我不擔心特斯拉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這種震盪的情況 會加劇 所以你看美股為什麼 昨天看起來好像不錯 道瓊啪一個大漲 其實就是聯準會費的行長 他特別講說 堅決 這個亞特蘭大的行長 他說堅決支持 升息25個基點 意思就是說 你不用擔心 不會升兩碼 對不對 就是一碼 而且其實他在話語中有透露 夏季可能就會有停止升息 這樣的一個可能性 所以就讓道瓊大漲 因為這一波的修正 其實還是在於通膨太嚴重 然後導致大家認為升息力道會加強 但是我覺得大家不要太過高興 為什麼 因為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李氏叫Waller 他的講法是說 這個通膨太嚴重 太黏了 就是甩不掉 你知道恐怖情人甩不掉 所以我必須要用更強勁的一個 強制的一個手腕 我可能升息要升過頭 我可能升息要升更強 甚至五點四 甚至你說降息 他說夏季 可是實際上Waller的想法是 這個到明年都有可能 才真正有可能進入降息 大摩也認為要到明年三月 所以你看喔 剛才講的這個強勁的一個升息的態度 剛才講到是道瓊 因為市場投資人的一個想法 反大摊 對不對 可是實際上也是因為 剛好跌到兩百日均線附近 有一個支撐 但是我們要去想利率這一塊 還是要看美債 你看美債殖利率還在持續的攀升 如果照 剛才講這個亞特蘭大的廢的行長 他的講話是有效的 那照到底殖利率應該會下 因為你夏季就不太 所以我覺得Waller的講法 其實市場是比較認同的 就是比較鷹派的想法 比較鷹派的想法 5.4這個可能性 5.1到5.4 甚至大摩認為到6 這個可能性 所以目前我覺得美債的一個觀察 非常非常重要 你還是要特別特別的一個小心 那當然就整個股市的一個氛圍來講 大家會覺得說到底 我還是強調 這個是一個熊市的一個反彈 所以我覺得現在還是在熊市的階段 但是熊市對我們長期買股票的人來講 反而是好的 因為熊再怎麼樣 後面走出這個熊 就變牛市了 那只是說你要忍受多久的一個時間而已 但現在特別注意的是200日均線 因為在美國的投資市場長期 他們比較在意的是200日均線 有別於我們的240 所以你去看的很妙 所以他們200都是重要支撐 對這幾天其實你看前面200過不去 然後支撐 所以如果200能撐住 我覺得問題不大 200但是因為通膨的壓力 要讓他快速的上升還是有困難 但是如果200一旦真的跌破的話 我覺得大家特別小心 但是在這當中 大家有 我們剛才講的是整個大盤的狀況 可是如果我們去看整個個股的表現 我把族群點出來 你會發現不可思議 就是幾乎是兩個世界 每股是兩個世界 你看太陽能有跌的感覺嗎 沒有 這個是季線 不是200日均線 這一定有什麼大力多嗎 沒有 就是很簡單 現在就是碳中和能源議題 絕對還是未來中長期非常重要 而且拜登這一塊的補助 還是在持續 所以你看他反而是相對強勢 那這個呼應台股的太陽能族群 未來也可以看 另外一個是雲端資料庫 包括CHERD GPT這些 這個議題我跟各位講 比元宇宙更實在 所以你看他的股價也是很強 也是很強 這個叫Salesforce 那另外一個鋼鐵的部分 大家會覺得很納悶 可是其實跟我們今天節目 前面談的其實有很大的關係 不管俄物戰爭也好 不管未來土耳其重建也好 還有包括中國解封以後 房地產的興建 推動的鐵礦砂的價格 所以他有多重題材 多重題材 所以你看鋼鐵的價格很猛 這個Steel Dynamic 最近的股價是持續的上攻 所以呼應的鋼鐵的族群 這個就很牛市 非常牛市 所以你看S&P500這些 沒有影響到他 最後你看Booking Holding 這個是什麼 網路 就是你要訂房 現在大家出遊訂房 你會發現 價格一直在漲 而且你要找得 這個好的飯店越來越難 是